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 今天是10月27下午的時間 那飛鳥魂度已經更新完成了 有一個限定召喚逆鈴 待會我回來抽一下 還有一個限時活動 飛鳥魂度 神魔之尊傳 第二章 神兵化增 九如塔 七月流火 好 然後謝雨的皮膚 新一期的光風災月 好 還有一些禮包吧 老貓商訪的禮包 這邊有一些優惑 來吧 先稍微看一下這一期的活動 因為我也都還沒完 然後稍微看一下 之後再來抽角色 今天就先這樣 好 昨天 半夜一點 凌晨一點就維修了 所以我都沒完 剛剛才跑了一下日常而已 好 這我都剛剛跑而已 今天大概名聲會很低吧 好 痾 資訊的話有一個序號 原本有兩個啦 一個我已經輸入了 這個我已經輸入了 然後這個是更新完的序號 可以來領一下 好 大概又是十倫禮盒吧 領你看 兌換碼 兌換碼一樣我會貼上 好 十倫禮盒 十字印一個 齁 也就是說 以陸服來說啦 每次大改版至少有兩三個序號嘛 然後我一選完之後 還要給五個那個十字印 然後這樣累積起來大概 七八個左右啊 十字印就拿到蠻不錯的 好 來看活動 好 逆臉大尾抽 舊玉是之前的 九如塔 七月流火 神兵降世 光鋒災月 這邊有新的那個 實裝啊 我就刺戀跟趙佑的 這個是 趙佑的 燃卓是不是 不知道 這個字是什麼 尖體字 還是燃卓啊 好 刺戀的 OK 然後飛鳥魂渡 先來看飛鳥魂渡吧 這邊有一個動畫 欣賞一下 九禮祖訓 每逢甲子之妻 幽姬須自盡於赤煉冤 換取新一任幽姬之聲 赤煉 這是幽姬之德 也是你的責任 責任 若說是誠治禁犯優讀者 我認 是諸子民安居 我認 是尋九離壯大之徒 我認 但要為這六十年一死的荒謬 枷鎖而亡 我不認 OK 簡單說就是幽姬他好像是 換代的時候會犧牲生命吧 應該是啦 好 那這邊是劇情嘛 第一關 這跟之前那個 煌海迷城很像 煌海迷城也是這樣 然後現在 以現在來說 我們的練度都夠的話 理論上這個二十個 這個成就應該都是拿得到 理論上 我不知道 反正主要就是拿這個吧 靈運石 然後 商城的部分 這個嗎 商城他做到這邊 這邊有兩個靈運石 七陣石耶 這個是新的材料 神兵化珍的 石鎖三個 這個我也沒看過 這是新的 七階的 OK 晚上再來玩吧 下一期再來玩 九爐塔的話是副本啦 我們來看一下 喔這邊 九爐塔 海捕令後面就是九爐塔 然後也是每天可以刷三次 痾 我還沒打啊 我還沒打 就進來之前會有一些 劇情對話 有一些對話 好我們先跳過 看一下喔 敵方全滅嘛 我們就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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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再來打吧 這邊有那個 一階的一些效果 敵方生物攻法攻加20% 他們幾等啊 他們60等喔 我當然不能再玩鷹劍品啦 要鷹無血啊 鷹無血有點弱 我覺得鷹無血 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好稍微玩一下 砍一下看他效果怎麼樣 應該還是能秒掉他們啦 一樣 我們還是以鐵位 來保護我們吧 可以秒掉喔 三萬啊 這不強啊 這個不強啊 搞不好直接秒了 喔沒有喔 這個是綠屬性 我不能打綠屬性 因為遊戲屬性克制還是 蠻厲害的 沒有很難 沒有很難 不然我們把他打完好了好不好 打完看看怎麼樣嘛 看看給的那個材料是怎麼樣 就打一場 像這種比較簡單的關卡 你可以不用上小雪 可以上那個瘋媽 因為瘋媽可以再動啊 打小兵比較快 打小兵比較快 哇他們是穿刺的耶 護衛沒用 護衛沒用 這麼兇啊 好沒關係我們直接解掉 無所謂 反身三隻馬直接秒了 絕對是秒光 所以你一定要準備三隻顏色啦 就紅綠藍嘛 各準備一隻 好用的來練 來用 因為他們克制不了我啊 因為我們有那個鐵位嘛 我忘了帶那個 我忘了帶那個椎席啊 我帶定魂所以沒有出刀 好打完 來先跳過吧 來先跳過吧 素材嘛 戰鬥勝利 這個八個而已喔 而且是左的耶 好像很爛齁 這才一層而已是不是 第一階而已 因為他是九爐塔嘛 所以他是一個塔 應該也是爬塔吧 好果然是爬塔 解開了 我們現在在一層 爬到第二層 好在這邊每天可以打這個什麼 淨淵挑戰3 好然後繼續挑戰 然後花10個體力是不是 然後之後可以掃蕩 過了之後可以掃蕩吧 通常是這樣啊 好我就第一層過了嘛 然後你回來應該是可以掃蕩吧 先不要先不要按好了 我自己再來慢慢玩 還是說要打到這邊這個才可以掃蕩 還不知道耶 好九爐塔 之後再玩 不急不急 那我們來抽角色吧 過了10分鐘 我就稍微介紹一下 這次更新的東西一下 那那個神魔之順算 就不看了 因為我第一張也還沒打完 好我來看一下為什麼王庭有金探號 喔10次了是不是 句話隨下 挑過 好來吧來吧 這兩隻我 都可以啦 我沒意見 我不知道誰搶誰弱啊 因為 還是要等人家玩過嘛 玩過還要去分析說到底誰搶誰弱 除非有一些之前玩測試服的人 會放出一些訊息吧 陸府有一個測試服 我有些人去玩測試服 搶先體驗這樣 那我十字鷹是夠的 我就來吧 冰屬性的話我現在很多啦 因為那個 好像有那個鷹無血嘛 還有冰璃啊 然後有 呃 與小雪有那個 趙靈兒 這些我都有 所以我冰屬性其實不太缺 好十抽喔 這些都沒用 好有人抽到趙佑 來二十抽 不要太黑就好 不要太黑 我硬屬性應該是一個禮拜前抽的 所以我應該有保底機制 也是大概七抽左右吧 一個禮拜 怎麼那麼多人抽到趙佑啊 好三十抽 你在這個沒有五十抽左右 你是 抽不太出來 我覺得這遊戲 很少十抽二十抽抽到過啦 很少 有啦有過 但是很少 好三十抽 來四十抽 來四十抽 哇四十抽沒有啊 一半了一半了一半了 一半去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到底有沒有突破 還沒有哇 四十抽還沒有一半 還沒有五十 好五十抽 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 運氣好差啊 運氣太差啦 等一下五%而已啊 五十抽五%喔 好六十抽了 欸 怎麼突然閃退 那我到底有沒有抽到 天啊 好 悲劇 我猜是因為一開始我在這邊看資訊 那個資訊網頁如果看太多次會閃退 因為他是跳到網頁外面去看 感覺不是在遊戲內部看的 所以我到底抽到了嗎 六十抽 不知道抽到誰 沒抽到 沒抽到 欸 我好像五十抽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好像是 十字印好像是六十幾是不是 所以剛剛那個六十抽 不算抽囉 你看那邊還是五% 所以我那個六十抽直接斷掉 好這個應該是六十抽吧 好六十抽抽到 通常那個 如果你五十抽之後再抽不到 就運氣很飛啊 那吃戀 趙幼 都可以啊 我沒意見 反正就抽出來以後慢慢練 不要不要那個二十%別隻就好 那遊戲會出二十%別隻 那有點慘 那我就摔摔電腦了 誰啊抽到刺鏈 啊刺鏈 我兵器超多的 我們都知道你是上一代幽機了 抽到刺鏈 好就不要那個二十% 我都OK 因為二十%抽好別隻 他六十抽完 抽乾了 直接乾掉 六十抽 慢慢存吧 慢慢存 只能慢慢存 沒辦法 沒辦法 如果二三十抽抽到的話 就比較開心一點 時間的話 15分鐘了 錄遊戲錄15分鐘啦 好我們來稍微看一下下吧 吃戀 我先練到六十吧 他現在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如果我一箭升階的話 他會直接衝到六四耶 啊六四就六四啦 你看五百就不見了 五百耶 所以這個也不太夠啊 真的不太夠啊 好天賦 他是物穿啊 好奇怪啊物穿 我不知道物穿好還是物攻好 物理穿透 物理穿透是無視防禦 因為在別的遊戲 通常物穿就是無視對方的防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然後擊殺目標有一個戰力啊 反之就虛損 戰力的話 他就沒辦法打我們這個刺戀 刺戀就會比較安全 算是刺戀的保命劑啊 就是你知道殺死敵人 就會有一個敵人無法點你的保命劑 好 就這樣 算是他的天賦保命劑吧 好理論上 御風這種東西一定要保命劑 基本上都要有 像曹青是閃避嗎 都有啦 好 先看天賦吧 天生絕學是這個喔 疾風快刃 好 武內 這個一樣是我大概玩個幾天再做心得吧 不然也是運武玩家 沒有玩過怎麼知道他笑我怎麼樣 像我硬無邪 有玩了嘛 就覺得收手啊 收手 戰力不夠啊 主要戰力不夠心度不夠 然後打Boss也沒什麼優勢 因為打Boss你有先攻也沒用啊 瞄不死他啊 但是這種推圖打小兵應該差好用吧 就如果你去單挑全部小兵的話 小兵打你幾隻就死掉了 直接先攻把他們打死 OK 那這一期就先這樣吧 好的 我是哈摩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等我逃出束縛的那一刻 我是哈摩 小兵